Hi guys, I'm Jack 这个或者那个 就是指某一个名词 然后后面可以跟单数复数名词 或者不可数名词 然后一般有这几种用法 第一种是可以提上文提过的事情 可以用来表示地理位置 可以前面加折 然后还有就是用来表示江河湖海 前面加折 还有就是唯一存在的事物 什么地球啊月亮啊这种 前面可以加折 使用最高级的时候前面要加折 然后使用强调某种东西的时候前面也要加折 最后是乐器前面要加折 定贯词大概就这些用法 然后都有例句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 接下来是不定贯词 不定贯词就是泛指人或者物表示一个 然后不知道具体是哪一个 大概是这种情况 然后要注意的就是如果说是辅音的发音因素前面要加折 然后如果是原音的发音 前面要加折 大多数的情况下 你可以直接看那个字母是辅音还是原音来判断 但是有的时候也判断不准 因为最终你还是要以发音来 例如说像那个hour 它是虽然它是h开头 但是它是一个原音的音 这个时候就要加m 不能加r了 然后下面这些就是不定贯词的常见的用法 我们在第一次提到某人或者某物的时候可以加不定贯词 然后第二种就是对某种唯一的事物具体说明的时候可以加不定贯词 就是例如说地球是唯一的对吧 它如果正常来说的话 它前面要加之二的 但是如果你是对地球这种唯一事物的具体情况说明的话 那你就可以在前面加不定贯词了 然后后面是可以和名词联用 或者做表语或者同位语代表一种职业 然后是还可以表示价格啊速度啊频率啊等等的 前面也可以加不定贯词 然后最后是很多的固定搭配或者一些固定的短语里会加不定贯词 然后是零贯词 零贯词就是在有些情况下其实不需要加任何的贯词 也能表达意思 一般是出现在下面这种情况 它是很广的很大的一个概念 没办法具体的去特质或者泛质 一般是什么都不用加 还有就是这种人名啊书名啊还有一些国家城市的名字 但不是所有啊只是一些 然后还有一些某些山啊湖啊海啊州啊这种也是不用加任何东西的 然后还有就是这种星球啊什么的也是不用的 然后还有就是这种学科啊球类还有棋牌语言等等的 这种前面也是不用加贯词的 然后最后就是什么一日三餐还有日期还有季节 一般也是不用加的 但如果你要特质 比如说特质哪一天特质哪个季节 那你可以在前面加字 最后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贯词不能和代词在一起联用 就像这两个例子一样就是他z已经有这个的意思了 所以你这里如果再加个z的话那这两个就重复了 那肯定不能像这样啊 所以你要么用代词要么用贯词 你不能两个都用的 好了这就是贯词的全部内容 因为内容比较少所以我就没有做词为导图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欢迎一键三连 如果你有任何想跟我讨论的问题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以及私信我 谢谢大家